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浩瑋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個股 今天的個股存股觀察是1565的金華 金華這件公司在2017年底的時候 創下了1000元的高價 不過這兩年多來 他營運持續的走下坡 然後股價也從1000塊跌到大概200 250左右 那麼今天在這支影片裡面 我們可以來觀察一下 這件公司他大概直跌的指標 我們可以觀察哪一個 在這支影片裡面 我們從個股的現況 好股票符合條件以及合理價格計算 期間證的部分來跟大家做說明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趕快訂閱一下 這邊可以訂閱 謝謝啦 各股現況 共識名稱是金華光學 股票大約是1565 股本不大只有5億左右 上市已經16年 今年現金配息是18塊 現金值率大概6.9%左右 連配現金年數已經有17年 然後今年配息率是7成 8年配息率有76% 還算不錯啦 然後今年ROE是22.25 然後8年是34.38 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他近幾年 有持續在走一下坡 然後專注本業的話是有超過100% 基本上就是指 他業外的部分有 虧損 所以才會超過100%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會看一下 然後金華主要是做隱形眼鏡的嘛 他主要是做拋棄式的 就是日拋的 再來我們看一下預營收 紅框這邊是今年7到9月最新的營收 其他的紅框是指的 前幾年同一季的表現 今年像7到9月第3季的表現 其實就 衰退的幅度又比 上一季衰退又更多了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來探討一下為什麼 最近過去還不錯的公司 甚至有到千元股價 但後來為什麼會 直直的往下走 我們可以來好好觀察 先了解一下隱形眼鏡這個產品的狀況好了 在品牌佔比的部分 其實目前全球試占率最高的還是 嬌生 然後再來就是愛爾康 23% 然後再來是庫珀的23 再來是博士倫的8% 其實剩下的7% 才是 一些台場 像是 金華 金碩 像金華的話大概只有佔2%多而已 以全球的佔比來講 就是佔蠻低的 不過在台灣的部分 他大概佔了 兩三成左右的試占率 因為台灣的自由品牌是蒂抗嘛 我想蒂抗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然後在日拋的滲透率部分啊 其實主要還是以亞洲滲透率比較高 因為亞洲的人 就是像以日本來講好了 他可能需要美觀 就是不用戴眼鏡 然後 比較好看 所以在亞洲的部分 其實他滲透率比較高 只是 其實他成長的幅度 相對比較有限 你看他過去幾年 從60%以才成長到66% 那相較於像歐洲 跟 美洲來講 其實他成長的幅度 就比較高 這也是為什麼 你看到後來 近16年 到18年 這幾年的滲透率 其實才成長1% 這也是為什麼到 2016 17年 金華就是 創了比較好的營收之後 其實後來營收 撐不上去的 也是 主要一個原因 因為畢竟 他整個日本的滲透率 到達一定的程度之後 其實要再往上大幅提升 已經很困難 所以其實單壓一個市場 的後果 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再看一下營收的比較 公司主要是以 鑄模片為主 因為像隱形眼鏡的製作方法 有像 有車銷成型 好像旋轉成型 然後鑄模是其中一種 然後鑄模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大量的製造 像日炮這一種 他需求量比較大 所以他 產的很像一年要做超過 10億片以上 所以像這種鑄模 的方式是最理想的 營收佔比的部分 亞洲 像以日本為主 他基本上就佔了六七成 然後台灣的部分佔了大概8% 歐美的部分 其實加一加才大概兩成左右 不過這邊我們可以了解一下 你看從 2018年到2019年之間 他其實雖然營收往下走 但是 你看出亞洲 往下走 台灣往下走 歐洲往下走 唯一成長的其實就是 美洲這一塊 其實在歐洲跟美洲這一塊 其他的滲透率 持續在走高 也是精華未來 我覺得 就是撇除日本之外 因為日本 畢竟現在已經到達一個 高峰了 那你在開拓的範圍有限 那我覺得 在歐美的部分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機會 好股票挑選條件 我們會從佩席 毛利跟ROE 都以8年的狀況來跟大家做說明 然後另外一點我覺得 比較在意的就是存貨的狀況 這是今天我想 整支影片比較重要的重點 配息是否穩定 近8年配息率是76% 還算還不錯啦 只是 他的EPS 自從大概16年17年 到達一個高峰之後 其實就開始往下走 然後2019年只剩25塊 然後今年2020年可能 大概剩下 無辜的話大概15塊上下而已 因為畢竟前兩季狀況蠻糟糕的 影業毛利狀況 你看過去從08年 到11年 其實他的整個毛利 都是50幾% 然後之後11年開始跌破50% 其實還有幾個點我們要注意啦 就是 當毛利跌破 一定的值之後 像這種50幾% 然後突然見到四字頭 我想這個都是 值得投資人去注意的 因為畢竟 毛利代表一定的競爭力 跟定價能力 你今天毛利撐不住的話 代表 你在這個市場上的 統一能力其實是降低的 就代表你在這個市場上的競爭力 你已經慢慢在失去了 因為過去 5-60%的毛利是 因為你做得到 市場的差異化 所以人家 肯願意用你的 但是當今天市場競爭越來越多的時候 大家可能選擇越來越多 這時候你不得不降價 可能是把毛利降低 然後去搶這塊市場 當然我們這次從事後來看 然後有沒有一些 領先的指標可以看 那這等一下我們後面會介紹 怎麼樣找一步看到 公司是否 出問題 是要往下走 還是已經止疊 直穩 ROE是否穩定 ROE是2016年17年其實 等於是 表現比較好的 當然更早之前會比較 更好 因為之前的毛利更高了 甚至ROE有到40%以上 不過他昨年在走低 1617年 是相對表現比較好的 再看一下 計表的部分 第二季的ROE 其實只剩下2.5% 這已經是剩下 新低了啦 第二季營收 跟去年同期比起來 也衰退了23% 然後第三季 則是衰退了 相較第二季是衰退了32% 單月來講的話 最新的 就是9月 是衰退了 大概32% 跟去年同期比較的話 然後從 今年前兩季的狀況 去預估今年的ROE的話 如果不再衰退啦 因為我們現在是以 假設不再衰退的情況之下 我大概是估 大概ROE大概15% 那當然 會不會再下修 我覺得 不無可能 因為畢竟 之前估的話 今年大概20% 就是今年可能第一季出現的時候 我後面會講到 你今年第一季出現的時候雖然衰退 但是可能狀況沒有 想像中那麼 那麼糟的話 那麼ROE可能有機會來到 將近20% 就雖然比去年22%衰退 但是至少 衰退幅度還在一定的範圍內 但是第二季出現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它整個狀況 還是並沒有改善 所以這時候ROE我們就在持續的 往下做修正 當第三季財報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再 去檢視說這個15%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只要往上調整還是往下修正 存貨狀況 這是今天我想講精華主要的一個 重點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什麼叫存貨好了 存貨它是算是在流動資產裡面 不過它是算流動資產裡面比較不容易 變現的這一塊 因為像看其他的 流動資產 現金本來不用講嘛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像 有些金融投資啊 或者是像 銀收賬款 等等 就它其實變現比較容易 像存貨是實體的商品 半成品 所以它變現有一定的困難 而且它有一定的時間價值 所以我們這邊看到存貨的價值 就是你今天存貨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 全數銷售的話 那個價值可能會受產業景氣的變動 而下降 所以我們在資產負債表裡面就會去評估存貨 是不是要發生減損 然後所以會給存貨的評價 然後當存貨的成本 存貨的成本 高於 變現的價值的時候 這時候就要把 上面的金額 調 減 就把它減低至 它原本的金額 就假設我今天存貨價值是1000萬 但是它實際 真正的價值 現在賣掉 它可能只值500萬 那麼我就把 它真正的存貨價值 列為500萬 然後另外的500萬就是列為 就是存貨疊價損失 然後這個存貨疊價損失 就是今天一個很重要要講的點 然後等一下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 然後你看喔 我們這邊舉一個例子 其實你看第1季 今年的第1季 它的存貨還有12億左右 然後到第2季 存貨剩11.5億左右 感覺存貨是下降的啊 看起來是好消息 因為存貨變少了 但事實上並不是 你去把它 的財報拉出來看的話 其實 你可以看到一個 背底 疊價的損失 這時候還是損失 5400多萬 就等於其實它存貨雖然往下走 但它的 損失 其實還是蠻大的 你會覺得說這個 5000多萬看起來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 這間公司 它 一季 的 淨利 也不過才 好的時候才3、4億 那像現在 這像 新年前兩季 它的 整個 稅後淨利也才1、2億左右而已 你知道這個5000萬就等於佔了 大概4成 左右 的 收入嘛 所以這個佔比 它光 等於是 報廢掉的錢 就 佔了 將近快一半的 利潤 你就知道這個有多恐怖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然後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純貨周轉 我們舉了另外一間也是做隱形眼鏡的金可 然後這兩隻有什麼差別呢 金華主要是在日本 佔比比較高 然後 金可的話主要是在中國 然後這兩間公司 其實 我會舉出來就是 他們的純貨周轉都有相同的問題 就是 直接再往下走 因為理論上純貨周轉率 它的次數是要越高越好 就你看之前金華 在16年17年 它整個營運比較好的時候 它的周轉次數可以來到 將近6次 就5.7 5.8左右 跟它過去只有可能3次次比起來 其實正常幅度蠻高的 就是有到這麼多次 然後你看到2019年 它可能只剩下3次多 然後如果你今年 2020年我相信會更低 然後 在金可的部分你可以看到 它過去 在2012年的時候 2013年 它的周轉次 都有到2次以上 然後到18年19年 一直剩下1.58次 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 整個隱形 演進的 產業 並不是只有日本 在 競爭而已 其實整個中國 整個全世界 它的競爭的程度 都是一樣的 畢竟它這個 產品的 難度 跟科技業比起來 還是 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看台灣有一些科技業也介入了 像 金碩 就是 緊碩出來的 做隱形眼鏡比做那些科技的產品 要 簡單的很多 所以它入行的門檻 並沒有想像中的高 所以在這幾年 因為它高毛利嘛 所以大家會覺得高毛利 就是一個很好的生意 競爭的結果 造成是原本 以代工為主的這幾間公司 因為金華畢竟以代工為主嘛 它自己的地缸的品牌 其實在全球市場還是蠻低的 然後主要以代工的結果 就是 容易被取代掉 所以它整個 存貨周轉啊 你看整個營收 都是持續在往下走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的股價圖好了 其實它整個 我們可以列出三個高點 一個是2013年 一個是2016年跟17年 剛講的嘛 1617年其實它整個 走轉次數是蠻高的 然後看一下13年 13年相對之前 12年甚至更早以前 其實13年的周轉次也相對高 那這一塊我們等一下可以拿來 驗證一下 說到底我們要怎麼樣在這些高點 之前 或者是在這個附近 去找到一個 衰退的跡象 然後 存貨疊價的話 剛講的1617年 其實它整個 狀況還不錯嘛 所以我們就把狀況不錯的時候 2017年的第2季 然後再把今年的第2季 把它拿出來看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 它的 在疊價損失 就存貨疊價損失的部分 差異有多少 你看在好狀況的時候 其實它的存貨疊價 大概只有2000萬左右 不過當時 淨率是很高的喔 當時 單季的淨率是 3億多到4億多 所以只提列這個 2000萬而已 然後到 今年第2季 其實它淨率只有 1億多 1.4億左右 它就提列了大概 5.4億的 疊價損失 這個佔比來講 是蠻高的 像有些人可能會習慣說看 存貨 來找一些趨勢 但是其實存貨 單純就存貨的數字來講 其實它還是偏 落貨指標 那麼如果要稍微再往提前一點看的話 你可以先看到一些 降疊價的損失 它是屬於比較領先的指標 那等一下我們後面會驗證 我們現在驗證第1個 狀況 這是2013年的高點 第1季 其實它的 疊價損失 2500萬 然後第2季也是2500萬 這還算蠻正常的 到第3季 大概2000萬左右 所以這個看起來都還蠻穩定的 就是沒有 沒有比較爆大量 然後一看到 2013年的第4季的時候 它突然爆一個 6000 將近6100萬的 疊價損失 這就代表 公司的產品 就是營運上可能沒那麼順利 所以造成它整個 在 存貨的部分 就新增的不少 當然你要打掉 的 報銷的產品也會不少 所以造成它疊價損失整個拉起來 好這邊我列一個時間點 這個箭頭指的地方就是 第4季 就是疊價損失 爆比較大量的時候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第4季才爆出來 因為第4季是到12月31 但它才爆出來可能要到3月底 3月底左右才出來 所以這個位置指的是3月底 那3月底出來 其實這時候股價還有700到750之間 當 投資人如果看到這種訊息的時候 其實在700跟700之間 手上的持股 就要考慮是不是 該做個調節 因為畢竟 一個比較不好的消息 已經出來了 就是公司的 整個存貨的狀況 是很不理想的 好再來看一下 這一次 2017年 年底 12月多有來到 1,025 的高價 然後一樣 我這邊從 2016年底 我們就開始追蹤 他的存貨 存貨 大概在2000萬左右 都是還蠻 標準的 就一季大概 損失大概2000萬 然後你看 2017年第1季也算正常 然後2017年的第2季 也是 也算正常 但是到2017年的第3季的時候 突然爆一個 3500多萬 就已經將近快一倍了 所以 當財報 第3季 出現爆損失的時候 其實當時股價 才在這個位置而已 然後第3季財報出來是 11月中 以前要出來 然後11月中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其實股價還沒有到完全的高點 這時候股價才在8、900塊而已 但是你發現 你可以 這整個是有點 領先的指標嘛 已經告訴你說 其他的 跌價損失在擴大 從過去的可能只有2000萬 然後增加7、8成來到3500萬 然後到第4季一樣 都在3000萬以上 然後到 2018年的第1季 一樣在3000多萬 其實等於是說 公司的整個 疊價的損失狀況 並沒有很好 然後到 2018年底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突破 5000萬 這時候整個其實股價已經 早就開始往下走了 所以 當你在 這裏第3季 財報出的時候 你大概就知道 公司的整個存貨狀況 其實是很不理想的 它的疊價損失 一直在 擴大中 而且沒有縮小的跡象 沒有回到 之前可能1900萬2000 或者的狀況 基本上都在3000萬以上 比較多 所以這時候 代表公司整個 營運上有出了一些狀況 等於是我們可以透過 貝底底價損失 提前去發現 公司的產品 其實它整個存貨狀況 不只是在增加 而且它 損失的部分也在擴大 可以提前 預支 而不是等到 股價整個往下走的時候 才去發現 它營運狀況不好了 因為這時候 有點落後指標 如果當初 買在比較高價的人 基本上 賬上的損失都不少 然後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其它2Q的近利 今年第2季的近利 其實才1.42億 但它整個 疊價損失的部分 就佔了將近4成 你就知道這個 疊價損失 對公司的影響 對股價的影響 有多大 合理價格計算 我們會先從股災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說明 然後 預期的RO1 剛剛前面有講到 是我們會抓 今年抓15% 會不會再調整 就看第3季的狀況 如果第3季 營運就是他剛剛講的 存貨 疊價損失的部分 還是持續這麼多的話 那麼不排除就是RO1會持續再往下修 然後合理本益比的話 我們從低本益比裡面取一個比較合理的值 大概是12倍左右 所以這樣 估算出來的 大概股災價會落在187塊 目前合理價的話 RO1一樣15% 然後合理本益比的話 從高本益比跟低本益比之間取一個合理值 大概是15倍 所以這樣目前合理價格 大概是234塊左右 合理價格驗證 這個股災我們一樣是拿 今年3月的狀況來說明 那今年3月的時候 其實 你如果看當時的訊息 大概就知道說 其實公司狀況 沒有很好 因為畢竟已經跌一大波了 他不是單純從500塊開始跌 他可能從1000 剛講的1000塊就開始跌了 那代表公司其實營運有點在走下坡 所以你就不能用太合理的值去估他 所以當時 2019年是22%嘛 所以你就不能說 我要估的比22%高 基本上我們都會往下修一點 然後22%往下修一點 大概抓20% 比較合理 當時 我們是以當時的狀況來做估算 然後禁止的話是 是119.33 然後最低本益比今年109年 所創下最低本益比是 11.07倍 20%的ROE 乘以119的禁止 然後得到23.9的 預估的EPS 23.9再去乘以11.7倍 那就得到大概264塊的 合理價 然後264塊的低價跟他 在3月創下的271塊 其實還算蠻接近的 好總結一下 我覺得機會的話 雖然 這是一間一直持續 營運持續往下走的公司 但是我覺得還是 要給他 想這個機會其實有點困難 畢竟整個目前的消息 全部都是壞的 那麼唯一我覺得比較 往好的地方想的 就是他的 滲透率 也就是我講的 品牌這一塊 公司主要是以代工為主 然後地康的部分 還是以台灣市場為主 然後在整個 全球市佔的部分 目前才2% 而且我覺得 歐美的 滲透率其實 還有 蠻大提升的空間 因為相較於 日本的滲透率都已經 大概將近7成 其實歐美大概都在4成5成左右而已 其實他有蠻大的空間 然後你看 這邊我做一個 你在 Google搜尋機上面你打隱形眼鏡 其實第一個 出現的就是品牌 也就是說 其實在隱形眼鏡 畢竟他是舒適度的問題 所以品牌的迷思就比較重要 因為像 為什麼那些嬌生啊 還有像愛爾康他們為什麼可以 做這麼大的市場 就他的 品牌有一定的 魅力 就大家都覺得嬌生的好用 還是說 愛爾康的好用 所以他們各有各自的 一大群的擁護者 所以你看 在台灣你搜尋這個是品牌 我相信在國外你搜尋隱形眼鏡 一樣會出現 哪個品牌 是大家推薦的 我覺得這一塊 以代工的公司來講就比較吃虧 因為畢竟你的自由品牌在國外 並沒有很響亮 所以這時候你要去搶佔 瓜分他們的市場 要去瓜分 嬌生啊 還有像愛爾康 像 庫博他們的市場 其實就非常的困難 這我覺得是公司 未來在轉型上也要 特別去注意的啦 就是除了 往滲透率高的地方走之外 再就是 自己的品牌這一塊怎麼打出來 過去高毛利的時代 已經結束了 因為現在競爭太大了 你競爭大 毛利變低 除非你有自己的品牌 你才有辦法把毛利keep住 不然你只能落入 殺價競爭 因為過去毛利高是 沒有人跟你殺價競爭 所以你可以維持高毛利 現在大家都在拚低價格的時候 大家都在比CP值的時候 這時候如果你沒有品牌 在背後撐著的話 我相信 未來只會越來越難做而已 再來就是 剛講的美洲跟新興市場 其實他在營收的 營收的部分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美洲 跟歐洲這塊 歐洲這塊市場 其他的營收 相對 降幅比較少 甚至是增加的 所以我覺得在美洲跟新興市場這一塊 也是公司未來 一個可以很值得去 深耕的一個市場 好講一下風險 我想最主要的風險還是 是日本的需求放緩 這想 這整個是營收 往下走 最主要的關鍵 然後這個 需求放緩當然跟 競爭啊 還有整個市場環境有關係 然後包含像 疫情 的因素造成 他們 日本 日本人比較不想出門 覺得在家裡就不用帶疫情 這等等都有關係 然後 我覺得最主要是競爭家具啦 因為畢竟 做這個的門檻 並沒有想像中的高 然後毛利又是 之前的毛利到40-50% 所以這個 對某一些 電子大廠來講 這是一塊 也算是一塊肥肉 他們覺得這個毛利高 你看電子廠 毛利都可能只有 3% 5% 然後遇到這種 40-50%的 他們就覺得 而且 可以介入的門檻又不高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主要的原因 然後再來就是 毛利 持續在探低 因為從過去 40-50% 一直探到像今年第2期 只剩下18%而已 那會不會再走低 很難講 因為你剛剛講的 沒有品牌的保護 你今天只有淪為 殺價競爭 你只能跟別人一起 做殺價競爭 來去取得一些定膽 所以我覺得這個 毛利會不會繼續走低 也是一個可以持續觀察的 再來就是 存貨的損失 沒有停 就像我講的 最近一季的存貨的損失 還列了 5000多萬 那麼 什麼時候可以回到2000萬 左右的話 我覺得才是整個 精華 算比較明顯的 指鐵訊號出現 然後我相信這個 也是會一個 領先指標 如果你今天真的很 對精華 還蠻抱有期待的話 那麼覺得你可以去觀察 他的存貨的損失 這一塊 不是存貨的那個價值 是存貨損失這一塊 有沒有慢慢的減少 那麼我覺得大概就是股價的低點 那目前第二季是還沒有看到 那整個存貨 損失有 減緩 好預告一下下一檔個股 下檔個股是9904的保存 如果你對這檔有興趣的話 記得關注一下 如果你還想了解 其他個股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趕快訂閱一下 這邊就可以訂閱了 謝謝啦 好 就到這邊 掰掰囉 下檔個股